歡迎各位傳媒的朋友 今天我們向大家開放 我們另外一個分層單位裏面 屬於最大面積的單位 單位面積是696平方尺 屬於一個三房兩次工作間的單位 而廚房的配置屬於這個 標準廚房的設計 這類單位總共在我們第二期來說 佔了大概70%左右 即是說佔了我們第一期大概5%左右 可以說是供應不多 由於同區都有在這個 天水園的中心地帶 有十多年沒有這個新樓供應 我們相信很多區內的發展項目 都已經是超過20年 我們相信很多區內的業主 都會很有這個需求 它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套房單位 我相信這類型的單位 以及我們早前跟大家開放了的 五百六十八平方尺的三房兩次 其中一個是化妝室的單位 都會是非常受同區的換樓客 和upgrade客追捧的 大家同時都看到 我們同時這個696平方尺的三房兩次的單位 都有一個示範單位的設計的概念 是供我們的參觀人士去參觀的 好 大家可能都剛才看過 也都在那個單位裏面的基本配置 和我們昨天和大家開放的單位 都是一樣這麼花盡心思 在各樣的硬件配置 三號一露台 以及等等 我們都有提供到的 我相信這個也是會很適合到 買家的需求 所有間隔的單位的露台 都有那個送的活動架 活動架 我們所有的標準分層單位 都有提供這個活動架 不過由於我們有個別單位 那個露台間隔上有分別 所以活動架的大小面積 是會因應那個單位有分別的 基本上來說 是兩房或者以上一個尺寸 一房至房半 或者是連開放式 都是一個尺寸的 基本上有兩種尺寸 全部露台都是三合一的 除了兩房以下的單位 我們主要就是沒有這個工作頻率 就是二合一的 就是二十二尺的那些 是 是不是日內有機會公佈價錢 就開給客人看呢 是的 我們現在的目標都不變的 我們今天就開放了 我們今天的比較大的 價路標準 以及裝修的單位 公佈在全球參觀 我們都期望和我們合作夥伴 大家完成那個價單的工作 可以在最快本周末或者下周初 可以發放到我們的價單 跟著我們就會開放給公眾的人士 去參觀我們的單位 換言之 最快就是下周初或者至終 就可以開放這個示範單位 給公眾人士參觀的 今個月開售機會大不大 我們要看看 因為出了那個 價單收費的時候 那個情況 我們會再作這個部署 剛剛那個示範單位 是部署招標還是價單買的 這個單位 我們暫時的計劃 都是用價單的形式去推售的 首張價單有沒有機會都有 因為我們這個單位 雖然同類單位有兩處 加起來70多貨 但是間隔類有分別的 但是都是屬於三房兩次的單位 我可以初步這樣看 三房兩次的單位 我們希望在第一張價單裡面 可以涵蓋到 我都可以補充多一點 昨天有傳媒的朋友問我們 我們那個間隔的分類 我特別提出 就是我們這個項目 兩房的單位 是佔了超過一半的 至於我們首張價單裡面 不同的戶型的單位 那個分佈 我們還是商議中的 也都未必一定 跟著我們整體戶型 在整個項目裡面 那個比例會出的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兩房佔有一個大的比例 另外就是三房都會有 因為我們都看到 就是同區很多 正如剛才我所說 同區的屋苑 有些都超過20多年 也都有很多是公共房屋的買家 我們都看到 他們可能有這個 都居住了一段時間 做到一定的財富 都有這個 是換樓換大單位的需要 所以我們都是在想 會不會三房的單位 都是有不同的 比較大的三房單位 可以在這批第一張價單裡面 涉開到 去給多些選擇 我們同區 以及外區 甚至跳路完線的 upgrade客人 那會不會有那些 特別的針對付款 我相信 我相信 由於見到行政長官 在最新的施政報告裡面 都公佈了這個稅務的調整 其實都是一個很便利的措施 我相信對於很多治療人士 所以這裡當然我們會考慮 但是我相信 在稅務上很大的負擔 都已經是幫有興趣的 接的買家減低了 我相信你 令到買家對 那個 事業的考慮是積極了很多 四房是全部都是特色單位 是 我們有少量的四房單位 是全部都是特色的 OK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